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挺非切的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试试 看啊 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来 咱们直接开火啊 这个切都不用切 真是太方便了 现在来倒油 ok 南瓜 鸡腿 鸡蛋 豆角 酱酱酱辣椒 酱酱酱它似的 摇一摇 这有啥作用吗 又不吵 它那个就摇了摇就放下了 ok 继续啊 可乐 一整块 然后是生抽 老抽 料酒 蝗油 食 饭 香 再来点盐 最后生命圆圆 在这儿闷熟 哇 哎呦 妈妈 一锅大乱炖的 我们北方的乱炖 全部都有 看看 有模有样的 谁能看出是一锅粗的呀 而且说是这四个菜啊 但又从饭里浇了点卤汁 这这这算五个吧 我先尝口饭吧 看看这个糖底味怎么样 还行 嗯 确实还行 是那个肉汤的味儿 但是因为放的是鸡肉嘛 又放了这么多其他的东西 所以那个肉味不是那么明显的肉汤味儿 但是我倒没吃出这个汤里有多甜 可能放的不是那么多吧 咱们尝一个这个菜啊 特别软了 芝士也化了 哇 哇 这个 我喜欢 我喜欢 虽然跟这么多菜呀 鸡腿呀什么的一块炖的 但是它没有那么的入味儿 也可能是块儿太大啊 南瓜味儿为主吧 拼上芝士 这俩还挺大的 真的 它挺好吃 南瓜本身就甜嘛 汤底又加了那么多可乐 所以它吃起来就是甜口的 又加了芝士 嗯 可乐鸡翅 呃 可乐鸡腿 还行 但是我觉得这个鸡腿肉厚一点 里边不是那么的入味儿 就像你单炖的鸡腿 而且也吃不出那个可乐鸡翅 那股甜甜的呀 什么可乐的味儿 我觉得跟做法没关系吧 如果饭成吃中的话 应该会更好吃 但是放到里边炖出来还是香的 不用给我一会儿 好吃 哎呀我特别爱吃 鸡腿 就像早餐卖的那个卤蛋 但是泡的时间不太长 你做熟之后啊 把它泡到锅里这个鸡蛋 过个夜 第二天肯定很好吃 豆角好吃 好软啊 因为豆角本身好熟 跟它们一块儿炖这么久 太入味了 就加上这个蒜之后 太好吃了 不像跟它们一锅炖出来的 它自己有单独的味儿 真正的蒜香的 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啊 比我想象的效果要好 超出我的预期了 真的是可以一锅出四个的 而且是这种 规规矩矩矩 不要不要准准的四个派 靠谱 嗯 嗯